好 最新的消息 这个是震惊国际 震惊全球 美国前总统川普 好 遇刺了 那11号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点 他在哪里 他是在宾州来举行的造势大会 结果遇上了枪击 好 你可以看到当场第一时间呢 赶快用手捂住了耳朵 同时做的特勤围了上来 但是呢 他是振臂高喊 好 fighting 那么当时他是在演讲的 就传出了枪声 那么赶快呢 把他耳朵给捂住 并且蹲下躲避 那么所有的这个特勤们 是肉身来护卫 将川普给压在地上25秒钟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我们有做了一点这个处理 他包含了右耳右脸鲜血直流 但是在离开的时候呢 他还是这个正臂 而且高呼连喊了三声的fighting 在预期之后1分58秒 他就登上了防弹车离开现场 但是在现场也可以看到 造成了有一死两伤 枪手是当场被击毙的 而不过呢 在他就医之后 没多久也出院了 在当地时间14号 他飞抵了是纽泽西州 那么在最新的画面也可以看到 来到现场呢 整个状况似乎是还不错 甚至也跟大家来挥手之意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 川普遇袭后首次现身 在当地时间14号半夜抵达纽泽西州 川普竞选团队公关副主任 在X上传影片 可以看到川普自行走下飞机 还不忘向镜头挥手之意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头部也没有包扎 不过一旁还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 特勤人员高度戒备 而在早上的枪击 有目击民众表示 在演说开始时 就有看到枪手背着步枪 爬上附近屋顶 并告诉现场的警察 但警察和特勤局 似乎都没有意识到 事态的严重性 三分钟之后就发生了枪击 国家外媒报道 枪手在K枪前三到四分钟 就已经爬到造势现场 附近的建屋屋顶 距离川普两百多公尺 枪手持AR式步枪 发射了多达八发子弹后 特勤人员才把枪手击毙 FBI目前已经确认枪手 是来自宾州伯特利公园 二十岁的白人男子克鲁克斯 另外纽约邮报 根据周选民身份记录 指出克鲁克斯登记的是 共和党选民 不过犯案动机还有得理清 当时川普被子弹扫过 半边脸还流着鲜血 仍高举拳头大喊震斗 塑造了他不屈不位的英雄形象 连马斯克都大赞 美国上一次有这么强悍的 总统候选人是老罗斯福 他在一九二一年造势演讲中 就曾遇到枪击 在发现自己没有可血之后 判断子弹并未穿透肺部 他坚持完成了九十分钟的演说 才愿意就医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 川普当选已毫无悬念 而这张川普脸上带写 高举拳头身后还飘着 美国国旗更成为一张 历史性的照片 记者 综合报道 好 这张照片呢 现在大家在网上疯传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美国前总统 川普在他的造势大会上 遭到了枪启 不过呢 看到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官方也证实了 是有一死 两死一伤 抱歉 两死一伤 包含了有一位呢 是川普的支持者 被榴弹给搏击身亡 枪手是当场遭到击毙 整起的暗杀事件 也为美国总统大选带来变数 那么现在川普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受伤了 但是他也承诺 将会按照计划 在下周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 就会接受一个正式的提名 而且呢在当晚他还寄了一封电邮 给他所有的支持者 表示他绝对不会因此退缩 好你可以看到即便呢 你可以看到已经受伤了 依旧还是呢这个好 这个阵臂握拳连喊了三声的fighting 好当时呢这个记者也有拍到 这个子弹是划过了他的耳朵 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么同时他在社群平台上 他说中了一枪子弹穿透了 我诱饵的上部 当时感觉就不对劲 因为听到是有咻咻 这样的一个枪声 还有子弹撕裂皮肤的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滨州的警方表示 这是提磁机被击碎 应该是这个玻璃碎片 来击中了川普 好所以大家就非常关注了 在整起这样的一个意外发生 接下来的影响 首先呢我们先请教 亮哥 这个美国已经有人在传了啦 说上次辩论川普是赢得了总统 那这次的枪击 川普是赢得了两院 所以等于是全部都赢了 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那个发生 这个事件的那个点是宾州嘛 民主党本来还期望宾州能够赢啊 因为宾州是稍微偏民主党 可是2016川普是赢得宾州 那拜登那一次宾州又翻过来嘛 我跟你讲 川普这一次这个 这次这个事件啊表达出他那种勇敢 然后在这个危机的关键时刻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 从容啦 然后奋战到底那个姿态啊 这个是大加分啦 而且很可能就是 你这边没有放出他那张 已经流 大家认为会获奖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看 以后研究美国总统选举是必然看到的照片 已经赢得奇球上了 百分之百啊 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画面了 搞不好接下来共和党大会 背景就是那张照片 所以我还留下这种历史镜头啦 就是画面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经典 这经典照片 这真的是经典照片 国旗 而且刚好就是整个构图啊 就刚好有一个普利之奖的一个摄影在现场 那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构图啦 已经有人把这个类比到硫磺岛遇雪战 那个美军真的逻辑那张照片 已经做一个 因为有国旗嘛 有国旗嘛 所以 而且这个绝对不是造假的 是真的画面 脸上还有血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我看到很多去那个采访 那个一般的老百姓啦 那被他的勇敢动容 所以我跟你讲 像这种摇摆州 宾州 宾州其实本来不算摇摆州 是民主党很有机会继续赢的地方啊 搞不好宾州都会倒掉 就是他可能会影响个两三个百分比 那就整个翻啦 是 那个 民主党本来是寄望 能够赢比如说密西肯 密西肯现在他民主党是州长嘛 就有几个州 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就倒过去了 所以我认为不只是川普赢了啦 搞不好连参议员都赢了 因为现在参议员 参议院那个民主党是多数嘛 那众议院本来共和党就多数啊 所以重点是参议院 参议院要改选三分之一啊 我认为这个事件有可能会有这个影响啊 因为坦白说拜登的回应相当转弱 而且还产生一种效应 就民主党把他所有的文宣都暂时下降 你怎么可以攻击国家英雄呢 现在川普突然变成国家英雄你知道吗 本来 然后而且现在整个共和党 尤其是川粉 都直接攻击就是媒体造成的 因为你们抹黑他抹黑了两年嘛 把他当做跟恶魔一样啊 所以引起了很多愤怒的情绪等等 现在这个一发不可抽失哦 我认为对共和党最有利的就是 这种情绪 就是你们民主党媒体都专门抹黑人家的 造成了这个情绪这样 不过是这样啊 我是觉得幸好这个凶手啊 他是有注册的共和党人 那只是说他捐款捐给民主党 所以基本上他不是一个党派很重的人 幸好幸好如此啊 我跟你讲这个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川粉发的那个各种那个文宣啊 都直接咬定是民主党的激进左翼干 那那个就是仇恨值就完全都假的 都假的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这种事情一开始在那边造谣啊 说这个肯定是民主党那个激进左翼干 这个情绪嘛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 我看这个不得了啊 因为共和党那边也有右翼的民兵啊 那这个美国真的要陷入 我认为接下来一定会有街头上的互相厮杀 可是幸好不是 就是说那个枪手啊 给人家感觉可能是个人的精神问题的 或个人的特殊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因为他连他老爸都说不知道他在干嘛 所以就这点来讲还淡化了民主共和的矛盾 可是纯就他受到枪击现场的那个表现 保证拜登演不出来 拜登不只讲话没有他明快 而且那种勇气啦 就是这个坦白讲不是平常人啊 不是平常人啊 我说实在话 这个陈远勉超过尾一度也没有出来演一下 这个生死一瞬间的关头 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假造的 是 因为那个子弹 两位将军在这里啦 那个子弹我跟你讲 AR轻型步枪 用那个速度到现场 大概135米啊 大概只有0.15秒 那个这个很难假造啦 而且耳朵 耳朵再上去就是太阳穴 太阳穴就挂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玩这种游戏啦 所以这个就是天意 而且打了三颗子弹是有瞄准的 后面六颗是连发 都没中 都没中啊 所以这要怎么说呢 是 这个就是他的运气啦 就这样 太阳穴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穴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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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